好的 歡迎回來預視界好 那我們今天呢 在開始重頭戲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故事 誰說被打趴之後不能逆轉勝 誰說前女友被分手之後 不可以給那個現任重頭一擊 我們來看一下去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對上這個無可奈何 此時我鼠關的前女友 群男友說說 甩了一巴掌之後我的陸訓被幹掉了 我甩了一巴掌之後呢 我打趴了對方的神趙羽 希望我可以好好教訓這個前男友 但是他出完間 復活了 此時我知道神盤會招我一步出手 他甩我一巴掌 我就這樣子 死了又復活 站起來之後馬上的 換我的 鼠關羽再甩回一巴掌 完成這個神聖的任務 狠狠的給前男友一個教訓 我明明我就是男友 我為什麼要講我前男友 我應該講前女友 好算了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想證明 即便你的主力角色掛掉了 就像你的前男友很薰的劈腿之後 一去不復返 你也可以很努力的站起來 用力的生活 過的比他好 幹死他 不是他 沒有啦 不是幹死他 就是把他幹掉 不是他幹掉 讓你自己過得更好一點 好啦 我們今天回到真正的主軸 我們這個全民競技賽 也剩下兩天 然後跟大家 目前我推到 將近最後一層 然後分數來到5400 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支隊伍大概要怎麼放 那主要我是其實因為我發現我陣又開始被破了 開始被破就被這支陣容給破掉 那我想說那我嘗試一下這支陣容到底好不好用 因為我發現我 其實將會隊一直以來都蠻強勢的 贏的機率都蠻高的 那想說為什麼會一直輸呢 為什麼會連輸呢 那我們就用他的陣來試試看 這裡的話呢 我們不要講說是我們自己想出來 我也不會想說放點尾跟這個張聊 你說其實這裡面會出現雙豬跟月鷹 我不意外 但是出現的這個張聊跟那個所謂的點尾 我就蠻意外 其實點尾是一隻血量很厚的一隻角色 而且他的那個 技能還不錯 搭配這個張聊的話呢 是非常好的 雙方式非常互搭 怎麼互搭呢 我們看一下 其實點尾的部分的話 因為點尾好像沒有 他可以做點燃 然後可以造成這個所謂的物理傷害 並且他會回復 攻擊力100%的生命值 那又再加上他是那個 虎衛 他的防衡高 然後又有物理傷害 然後他比較妙的是他可以二來重生 死亡之後馬上復活 而且可以馬上回復等同生命值上限55%的生命值 並且提高免傷30%持續兩個回合 那絕食反傷呢 當他 他會對於那個攻擊者附加所謂的紅黃烈火 然後並且造成 那個生命值7%上限的物理傷害 那這裡的紅黃烈火 其實搭配這個所謂的 張聊部分的話呢 張聊這裡的話 他會點燃 那跟剛才的那個 點尾的點燃是其實有互相去做搭配 所以說這兩隻是 互相搭配去做使用是非常最好 而且只要對方處於點燃 或者是紅黃烈火 剛好他又可以下紅黃烈火 給對方 然後會提高我方武將的那個傷害部分 包括說對方式造成20%多20%傷害 而且會有造成20%兩回合的沉沒部分 50%機會 那只要你是處在這個紅黃烈火之下 暴擊力而且還要提高20% 所以說是整個把張聊的那個 輸出傷害往上做提升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能贏幾場 這裡的話呢 對上薑瑋是沒有問題 是會贏的 但是後面還是會有機會輸 同樣的 我覺得有點是 有沒有暴擊跟對方有沒有 抗暴的部分有沒有出來這樣子 那薑瑋的話其實搭配常勁的 然後有破甲的話 就要看他對於點尾的輸出傷害有多痛 有多痛這樣子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贏的機會也是算蠻高的 目前打了薑瑋隊然後這是武神隊 然後對上這個武魔隊一樣是獲勝的 那來到這裡的話呢 對上南環羽愛反而是輸 那他打的是一個八卦陣 而且不是薑瑋 反倒是上了這個神實驗文 那所以說 各位如果遇到這支隊伍贏不了 你可以臨時改正 然後測試 嘗試用這支隊伍打 然後就是月鷹擺頭 月鷹加上這個所謂的神珠擺頭 然後中間放這個魔關羽 然後後面則是 常技能跟神實驗文 你用這支隊伍去測試 看能不能贏這支隊伍 那第二支隊伍的話 他放的是武神的部分 那其實武神的話 發現其實神旁搭配神舟 然後有中間放了這個祝容加上上香 然後化妥 其實還蠻強勢的 各位也可以嘗試這支武神的隊伍 那這裡來到最後則是輸了 輸給了南環羽愛 然後來到這裡的話 第三場的部分則是贏 那通常你會發現 只要你第一場贏的話 後面連續兩場都會 贏的機會都蠻高的 都會蠻高的 那對上這支隊伍的話呢 反倒也是 又是輸了 這裡呢 雖說我說沒有 一定全贏 沒有一定全贏 但是 第二支隊伍來說的話 因為前面被打殘之後呢 後面是有機會獲勝的 然後武魔隊對上神隊又比較吃虧一點 然後這裡又輸一次 那這裡 因為他前面角色隊伍被打殘之後 少了神使鹽魂又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神使在上 就最後做一個漂亮的收尾 所以說 這支隊伍神造 然後祝容加上這個所謂的 神使然後神旁畫頭部分 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 然後來到這裡的話呢 對上這個所謂的江維隊又是贏的 所以全贏的部分就不用再說了 那來到這裡就是難分難解 先贏了一場之後呢 又輸了 又輸一場 所以說 這裡有個武神隊 武神隊是 一樣是神旁搭配神周瑜 然後祝容加上畫陀 加上神使鹽魂 這支隊伍的話呢 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 當你對上這個隊伍 你又贏 你又贏 對上幾次之後贏不了的話 你可以搭 組一隻這個武神的隊伍 來去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隊伍 你可以搭配江維隊啊 去做混蛋 然後最後再拉這一支出來 那目前這裡的話 因為衝肩被打殘之後呢 我的魔隊有贏 那他的這個其實還蠻妙的 用了 那個陸續搭配大橋 然後魔鍋加上曹操 加上這個所謂的神趙雲 反倒是有逆轉勝 那最後我們因為有 又把他打殘之後呢 最後就會獲勝了 所以其實打蠻多長 1 2 3 4 5 連續殘鬥了5場 那這裡的話呢 大概打4場左右 那最後是輸給GTR 那前半段的話就先輸了 所以前半段有贏的話 後面贏的機會就蠻高的 蠻高的 那我覺得 其實這樣搭配的魔好像 比較沒辦法展現出能力出來 反倒是輸了 還輸給了這支隊伍 那這支隊伍的話 我覺得蠻基本配備 就是 貂蟬搭配這個村伐 然後魔鍋搭配這個所謂的魔草 再加一支魔關 把整個武魔的能力值體現出來 那最後其實我還蠻意外的 這武神隊居然輸給了武魔隊 這我本來以為會贏的 我覺得如果說 或許是 打成罩拉掉 然後換上這個周瑜的部分 或許有機會獲勝 那最後 那這裡的話呢 差不多會結束 那這裡對上這個 姜維隊又是輸一場 只要前面輸 大概後面都會全輸 喔還有一個 欸不對還有三個 呵呵 Sorry 那這裡的話 一樣其實蠻妙的 差不多對上 一樣都是追行陣 然後也是姜維擺頭 只是 差在這個所謂的 神珠跟身旁 有 欸不是 神珠跟常境人部分 有 有 調換位置 那這樣的話呢 有贏 所以我覺得 這兩支隊伍在博動之間 他就差在到底 點尾跟張療互搭之後 有沒有產生出極大的效果出來 來去做獲勝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輸掉這樣子 那這支隊伍其實也蠻克全神 全神的部分 喔不是全神 這是神魔混搭的部分 那對上這個全神魔也是贏 所以一路都贏到底 那這裡的話呢 贏 連贏 其實他只要贏的話 都會連贏 那對上這個 姜維混搭隊還是贏 所以他的獲勝機率 我 我在推估大概一半一半之間 有稍微多一點點這樣子 稍微多一點點 那 現在對上這個所謂的 全魔隊也是贏 好 那以上是月世界 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全民競技賽 第三支隊伍 那 這支隊伍就 最後最後的 這支隊伍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說你覺得 神兆不太會贏的話呢 你可以把神兆拉下來換神兆 那這裡的部分的話 你覺得 你想要拉春華上去的話呢 可以把 長技能當成援軍 然後 春華拉上來 那如果你不想的話 其實 我覺得 許楚道還好 應該放上春華 當成援軍就好了 應該這樣子做 會比較好一點 那以上是月世界 想要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大家在全民競技賽 最後最後關卡 都能把獎勵拿好拿滿 那如果說你覺得 影片不錯的話呢 請幫我在影片 右下方幫我點個讚 那感謝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 多多幫忙 支持訂閱 然後跟分享 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